今天过来看另外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是国营单位的 还是很牛逼的 这里是他们的原材料装入进去 然后到罐子里面来进行加工 这边应该是储存的 储存罐 Temperature 100 这里都是包装好的 Temperature 100 We link at Jumbo Vitamin 60-70 现在主要放货到哪里 Bunnystone Bunnystone 还有多少发达黑猪 Africa Faridiger Africa 有问题吗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的厘青 在伊朗我主要做的是厘青 这一次已经发货了很多次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发信息给我 他说他们也来这里订了 订了结果他们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后面底下的木头 它不能做烫印 它不能熏针到中国国内 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这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完全操作的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这个袋子它的包装不好的话 会导致流出来的 但是他们这里的话不会 这袋子 这个外包装还是可以的 它这些流出来 只不过是刚才他们工人操作的时候 没操作好 现在还是液态的 大家看一看 这温度是很高的 还有就是 主要的非洲客户越来越多了 非洲客户越来越多的话 他们是要用筒装的 所以说这种带装的 大部分是给中国国内是提供货物的 我们现在主要是给非洲发货了 因为最近非洲客户特别多 最近呢 进账比较多 因为到明年差不多到非洲也要一个多月时间 我们来这边吧 他们现在准备要装车了 那边的话是刚刚加工好的 放在那边去晾的 楼顶 这边的话准备是装这边的 这边它已经是四五天左右了 所以说已经固化了 完全是可以装车的 在这边我强调一下 如果朋友们来下订单的话 一般都是先收30%的订金 然后伊朗这边备货到港口曝光 曝光过后 就要付后面的70%的尾款了 这样的话是做FOB 如果做CIF的话 就是曝光过后 给提单 给提单过后 付后面的70%的尾款 伊朗这边的话是这种操作方式 但是由于制裁原因嘛 他只能这样操作啊 有些朋友说能不能做保行 还有些是做了个叫什么幸运证 在伊朗通通不行啊 各位 但是你如果在国内的公司 签合同 你作为保行 或者是幸运证 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跟伊朗这边签合同 你做的幸运证是完全没有用的 现在我身后的这边呢 全部是发到中国的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非常便宜 在整个一年当中 这个时候的价格是最便宜的之后 所以说很多中国国内的客户下订单的啊 但是这有一部分不是我们的 是中国国内的 我刚才问过了 这些都是中国国内的客户下订单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给非洲客户发货 这边是用铁桶装的 现在装卡车上面去 然后用到码头去 是的 然后有很多朋友说他们这个框架怎么样 这个框架啊 这个是刚刚装的 然后它是表面一层都打磨过的 不会有割的 就是划痕的对 yes 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框架的整体重量是13公斤 然后它是用螺丝给它拧上去的 它不是用那个 那个叫什么铁丝给它绑上去的啊 各位看一下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呼应是没问题的 不会搞张那个货柜的 ok 我身后呢 这边全部都是铁桶的 是发到非洲的 因为非洲可能条件所限吧 他只能做铁桶的 做灯带的 他们不合适 所以现在的客户都 非洲客户都注用铁桶的 各位 非洲那边客户如果需要的 可以联系了 这边最近发灯带的特别多 但是比国内的灯带的要贵景点吧 现在跟着经理 ok 现在跟着经理去另外一个工厂 他们这边有两个工厂 这是他们都做的碳印 只不过我不懂这个行不行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跟国内也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他是做过薰针 这边干柴 有一部分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 一部分是在伊朗的 然后他们裁切好 裁切好 这是铁桶的盖子 因为非洲客户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多的干柴 这边开始加工裁切盖子和桶 我看大家的厚度 做的半成品框架 是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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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厚度 看他的厚度 他是紧厚的 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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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下工 他这边的焊接 这边焊接 好几个工人在干活 有模具的 今天所以有点辛苦 但是我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最近厘清的事情 最近有很多人过来买厘清 感觉有利润 有些人下了订单 亏掉的 就是说下了订单没发货 有些人是下了订单 货不得把 也有我听说的 但是大部分是 那些老板呢 他们以前就在伊朗下过订单的 他们对伊朗的市场是了解的 然后他们下订单下的特别多 比方说最近我所了解的几个大老板 都是2万灯 3万灯 5万灯的下订单 如果这一批货 明年3月份和4月份 如果到中国国内的话 全部到中国国内的话 那这个市场的话 一下子 这么多成量的货 会导致价格有什么变化 我也不太清楚 那我感觉的话 应该是没有利润的 肯定是什么 竞争 竞争起来的话 肯定是没有利润的 就是3 4月份到的货 不说6月份7月份的 肯定竞争特别大 所以说大家还是理性一点好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再见 拜拜